我曾是一名海军战士 一名光荣的潜艇兵 我在家排行老三 所以大家都叫我老三 很少有人叫我大名 我最服的就是政委 他不但说话有道理 还能和我过几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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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这不合情 将来退了一子 到社会上咋办 政委 你退役之后想干什么 我呀 当个武术教练 教教小孩子 或者开个书店什么的 你呢 我想当一辈子兵 我们是在我入伍前的 一次游泳比赛中认识的 他叫小草 其实我缺点挺多的 你别老说我好 我说你性格好 谁没点缺点啊 陪我走走吧 不行 我得走了 还有训练任务 正美只够我一小时的假 没想到那天的训练会出意外 当时一名战友溺水了 我第一个跳起来救他 后来的事 我记不清了 都没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兵的体质还不错 但是救人的这个兵 因为溺水时间太长了 严重圈阳对大脑造成的损害比较大 对以后这方面可能会有影响 什么方面 治理 那些天 我知道了真正的爱情 也开始喜欢上了白开水 出院后 郑伟给我主持了退伍仪式 他还让战友们送我一程 你是个好兵 到 到 向后转 正部走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正伟说过 作为一名战士 身体要像潜艇一样强壮 拳头要像鱼雷一样 又准又狠 任何敌箭 只要遭到老三的重击 就会失去上伏能力 失事沉默